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十六课 就是Lesson 16 The Modern City 当代城市 像往常一样 请大家打开书九十三页 跟老师先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好 动作快些 九十三页 Now read after me Physiological Physiological Maximum Maximum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Descendant Descendant Artificial Artificial Impose Impose Dimension Dimension Skyscraper Skyscraper Tenant Tenant Civi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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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ile Banile Luxury Luxury Deprive 注意 最后口型停着在上牙 清除下唇 发V 再来一遍 Dep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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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strous Monstrous Ed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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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x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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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aseles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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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om Throm 好极了 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端语 16克重点词比较多 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词 就是考虑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有些人说这个词我们都认识 为什么讲呢 这个词是都认识 但这个词是写作重点词 关键得知道这个词的搭配 我们看看几个常见搭配 我们常常说考虑模式 大家喜欢用动词Consider 那以后不妨用这个名词搭配 叫做 Give Consideration To Something 比如说 请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一定说 Please Consider The Question Clearfully 我们可以用 Please Gi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The Question Give Consideration To 相当于动词Consider 同样的名词前面随便加修设 这叫做Careful 再比如说 The plans merit or deserve serious Consideration 这两个动词任选其一 跟Consideration 搭配表示值得考虑 这些计划值得 严肃认真的去考虑 我们大声读一下两个动词 merit Deserve 都是跟Consideration 搭配 叫值得考虑 这个搭配希望大家背起来 还有呢 比如说 There are several amendments ender consideration 我说现在有几份修订案 正在考虑之中 这个在三册里面就讲过 Bender 什么什么加名词可以表示 处在什么 处在什么状态之中 有几个修订案 正在考虑之中 用GIS ender consideration 但是注意 但是注意 同样表示在什么下面 如果我们介绍 Benease就不一样了 我们说 It doesn't matter Benease consideration 这是一个不值得考虑的 这么一件事 Benease consideration 叫不值得考虑 同样是介绍 Ender表示在考虑之中 Benease表示 还不值得考虑 是这么一个 还有我们常说的 考虑某个东西 考虑进去 把什么什么考虑进去 大家可能更熟悉 用take something into account 以后我们不妨用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这是表示 考虑consumeration 几个常见的搭配 跟老师 这个把它读完之后 咱们争取大家 再操合着多些几遍 把它备下来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后裔 后代子孙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都一遍 descendent descendent 好 这个表示 某人的后代子孙 这是一个普通的可数名词 这个词在第一课生死中见过 我们先做复习 比如说 他是孔子的一个直系后代 He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Confucius Confucius 孔夫子 这是音语过去的 这个孔子的直系后代 你注意可数名词 前面加了一个 Direct 表示直系的 那么跟他类似的 还有好几个表示后代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词 叫offspring 这个词可数 但单复数同行 我们知道descendent 复数可以叫s 但这个单复数 都是offspring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offspring offspring 某人的后代子孙 某人的后代子孙 但也可以表示动物的幼崽 幼兽也可以用它 conflict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offspring 就是父母亲跟他们后代之间的常见的冲突 这个后代可能很多了 好几个孩子 但是中间 这后面没有加s 注意单复数同行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不可数的 泛指我们的子孙后代 是不是有个p开头的叫 要好好复习的话还记得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posterity posterity 这个也是子孙后代 什么意思呢 后代但是不可数 它不能表示一个两个的后代 只能泛指我们的子孙后代 大家再回顾这个例子 these works of art are preserved for posterity 这些艺术品是为我们的后代 而保留保存下去的 为我们的后代 do something for posterity 这个可以跟这次for同时记住 为了后代 注意用这个词 泛指的后代 不可数名词 这三个词特别有趣 回顾一下 祖宗祖先也是三个词 都是可数的 都常用复数 一 二 三 这三个咱们在第一课都见过 大声读一遍就好了 ancestor forefather forebear 这都是普通的可数名词 而且一般习惯都用复数 我们的祖先们 our ancestors our forefathers our forebears 都可以 这是指祖宗祖先 可以同时记 我们温故而知心 在三册的四十六号还讲过 什么前任前辈 还有什么继任者继承人 大家看记不记得这个 就是以前做同样工作的人 和在以后做同样工作的人 前任者或者前辈 这个前辈没有亲属关系的 就是登山座的前辈 英语教学界的老前辈 这是继任者在后面 做相同工作的人 我们分别大声读一下 predecessor predecessor 这个在第三课 matterman里面讲过 登山界的老前辈 还记得吗 再读一下继任者 或者继续 这个继续 做这个事的人 我们读一下 successor successor 注意不是成功轴哦 注意翻译 我们看例子呗 Bill Clinton is George W. Bush's predecessor Bill Clinton是小布什的前任 对吧 他是以前做美国总统工作的 倒过来呢 George W. Bush is Bill Clinton's successor 小布什那么是 Bill Clinton的继任者 这是前任前辈 还有继任者 这个跟这个亲属关系的 这个祖宗后代有点类似 咱们不妨同时记住 我们看到descendant 回到中心名词 它来自于动词下降 或者是某人的后代 我们先读一下中心动词 descend descend 它的本意表示下降 或者表示始下降 它的反译词 完美反译词 就是把前面那个D去掉之后 混成字母A 就上升 既可以表示本身上升 也可以表示始上升 大声那边 ascend ascend 这两个动词是一对 都是急误不急误都可以 逐语上升或者始冰语上升都行 我们常见大词有 in descending order 以降序来排列 就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in ascending order 以升序排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是以什么什么顺序 下降和上升 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descend的一个重要用法 就是可以表示是某人的后代 这个用descend 下降吗 血统从那个地方下降下来吗 搭配记住 叫be descended from 是某人的后代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句子我们也见过 we are all descended from 这个中文句子咱们在第一课见过吧 我们都是炎帝和皇帝的后代子孙 我们也会用名词形式 we are all descendants of 炎帝 and 皇帝 我们都是炎皇子孙 但注意 如果跟名词的话 就是descend is of 某人的后代 后面加记住of 用动词的话 be descended from 是某人的后代 这个句子 重点连搭配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记 单词 一定要记住这单词精确的用法 否则这个单词是死的 因为培根说 说什么来着 写作使人精确 一定记住搭配 好 我们顺便再附送两个行进词 第一个叫candescend 这叫屈尊的意思 屈尊辅救 就是一个大官 屈尊跟某人一块做这个事 Seeing when she can 一起 你下次再地位比我地 我跟你一块下来了 这不是屈尊吗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andescend candescend 屈尊辅救 比如说 the general candescend to dine with the soldiers 这个将军呢 今天屈尊跟这个士兵们 一块用膳 这个dine吃饭 是个文雅的词汇 一块来用膳 还有一个叫transend 叫超越跨越的意思 这个tran tran 大家还记得 本身就不是穿过去的意思 从这边到那边 穿越超越 我们再读一遍 transend 这个多做比喻了抽象的这个词 超越 比如说 那些超越了民族和文化障碍的电影 才是最好的电影 the best movies are those which transcend nation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这个barrier表示障碍呀 隔阂呀 对吧 那其实最好的电影是这些电影 什么电影呢 超越了民族的和文化的障碍的电影 这个动词叫transend 我们看到这个desend的相关重点词很多 放在一块把它记住 这个重点词跟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人工的 人造的或者是假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artificial artificial 注意如果读快了的话 中间这个art 这个t 又会轻轻啄嗦 这个声音 我们快点 artificial 你看arty 别的art art 下来面 artificial 人工的 人造的 或者是假的 这个假的没有什么贬义 就是表示不是天然的 这个意思 not natural 比如说artificial flowers 就我们说假花 一些什么纸啊 塑料或者卷做的这个花 artificially artificial limbs 叫甲肢或者意志 这个LIMB 就人的胳膊腿 但是不要读Limb 那个B是不发音的 artificial limbs 意志或甲肢 残疾人带的就是甲肢 这要是真人的胳膊 还吓我一跳呢 我要的就是假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一般缩写叫AI 什么意思呢 人工智能 那就我们说的什么 电脑跟人能下下极了 缩写叫AI AI stands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respiration respiration 就呼吸的意思 放在一块 人工呼吸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语 artificial respiration artificial respiration 人工呼吸 人工的 非天然的 假的 跟它类似的 有好多词 咱可以同时记住 这个也是表示不是天然的 但这个强调 用化学方式合成的 合成橡胶 合成纤维 合成格 合成的这个东西 化学方式去合成的 这个好记 为什么呢 这个有字头 SYN这个SYN 表示together 到了一起 在一起的意思 这个the三个字母 它可以表示放置的意思 刚好放置到了一块了 合成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YNTHETIC SYNTHETIC 有图说的 the有图说的 在里面 SYNTHETIC 再快点 这个字母T 又会轻强 嘲吓人的 这个声音 大声里面 SYNTHETIC SYNTHETIC 好 这是化学合成的 放到一块了 对不对 SYNTHETIC FIBERS 合成纤维 这个FIBER用的是 美式名写 FIBER 英式呢 是FIBRE 都行 还有像SYNTHETIC RUBBER 合成橡胶 RUBBER 不可处名词 这是化学方式合成的 还有呢 人造的 防制的 他强调是防制的 而且暗示比较廉价 比较便宜的 不是真的 人造的 防制的 就表面上看着像 其实不是真货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imulated Simulated 防制的 当然这个也不是为了骗人 为什么 他卖的就便宜 买主也知道 它是假的 防造的 比如说 Simulated fur 叫防制的 这个球皮 fur是连毛带皮 在一块了 这其实是人工做成的 但卖的比较便宜 Simulated jewels 就防制的珠宝 看着是金戒指 其实铁的镀铜 这就是防制的 就是它卖的比较便宜 并不是真的 可以用它 它就来自simulate 模拟模仿 这个动词 Simulated 防制的 还可以表示 人造的 假的 还有false 这个词 大家都知道 它可以表示 错误的 但是表示人造的 一般多用在下面 这个搭配 尤其是false hair 假发 false teeth 假牙 也行 在这个里面 咱们也可以完全用artificial 也对 artificial hair artificial teeth 也行 但是用false 来得更通俗一些 也可以表示人造的 人工的 不是天然的 还有一个 就是伪造的 这是贬义色的 这是非法制造的 像刚才那个simulated 那是合法的 因为我卖的就便宜 这是伪造的 以假冲真的 尤其是伪超 这个东西 我们大声读一下 fake counterfeit 再读一下第二个词 counterfeit 伪造的 非法制造的 比如说fake money 就是咱常说的伪超 书面语中 也可以叫做counterfeit money 这个比较正式一些 但是都是表示伪超 这是非法的 还有一个咱们见过的 forge 也可以表示伪造的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forge 这个词 咱们在前面 第八课贸易标准讲过 forge可以表示锻造 打铁 还可以表示建立某种联系 还可以表示伪造 伪造的过去分词 forge就好了 你像forge signature 一个伪造的签名 就好了 还有一个咱们叫盗版的 这也特别好记 大声先读一下 pirated pirated 盗版的 就是并不是正式出版的 它的来自动词 pirate 把后面字母D去掉 这是盗版 咱们还记得三册第五课讲过 正式出版 用动词publish 盗版 是pirate pirated 就是盗版的 比如说 pirated CDs 盗版光盘 pirated books 盗版书刊 pirated software 盗版软件 软件注意 不可数名词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把这个 不是人工的 什么盗版的 伪造的 什么非法制造的 乱七八糟放在一块 反正都相关 咱们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就学到这 下面一个词 咱们再看一看 强加给某人 这个有不愉快的含义了 对吧 我不想它非得给我 大声先读两遍 impose impose 把不愉快的事情 强加到某人身上 它的搭配 顺便可以跟另外一个动词同时记住 这个动词更通俗一点 就是动词force impose something on somebody 或者upon somebody 也可以 forge something on 或upon somebody 把某个东西 尤其是不愉快的 强加给某人身上 我不想要 但它非得给我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some parents impose or force their own moral values on their children 有一些父母亲 把他们自己的那些道德观 values叫价值观 它必须用复述 moral values 就道德观 所以价值观就认为 哪个对 哪个错 哪个好 哪个不好 哪个值钱 哪个不值钱 把他们自己的道德观 强加给他们的子女 就很多父母亲 都是老封建 男女受受不侵 妈妈对闺妮说了 闺妮听妈妈话 咱一定得上女校 不许跟男的说话 说句话 我就弄死你 妈妈对儿子又说了 儿子听妈妈话 一定得上男校 不许跟女生说话 跟女生说句话 我就掐死你 他非要把自己的道德观 强加给子女身上 这个force呢 也可以用 force咱们在未来 第二十课就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一百一十五页 第二行末尾到第四行 一百一十五页 第二行最后 到第四行 It was not forced upon them by the survival competition They could have caught and lived on prey without using poison Just as the thousands of non-poisonous snakes still do 这个东西并没有被强加到他们身上 就是这个毒 蛇毒 讲这个东西 并没有被生存竞争强加到他们身上 他们完全可以这样 他们没有这个毒 也可以抓 或者以被捕食的动物为生 就像那数以千计的 没有毒的毒蛇那样 就是这个毒蛇 这个它有毒 并不是被生存竞争强加到他们身上 强加 动词force或impose 都是跟on搭配 我们回顾一下 咱们三册二十六颗 见过另外一个跟它类似的动词 也是加on 咱们先回顾 三册二十六颗 就是争够大饼干桶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叫advertising exerts a subtle influence on us 广告宣传 advertising不可处名词 把一种微妙的影响 施加到了我们身上 就是对某人施加某个东西 用动词exert 后面也是加on 或者是upon都行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动词 exert 施加某种力量 某种影响 施加压力 都可以用它 你听的声音 exert 好像就得用力气 大声在读下 exert 看例子 My wife exerts a lot of pressure on me to make more money 我的老婆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让我去挣更多的钱 你快给我挣钱去 你要不挣钱 我就去见网友 这是exerts a lot of pressure on me to make more money exert 就是施加 你看 影响啊 施加压力啊 可以用它 动词依然用 这个后面借词依然用on 或者是upon 用upon来得更正式一些 是施加某种力量会影响 还有一个类似的 也是在六级考研 或者更难的考试里面会出现 就是把痛苦的事情 强加给某人 这个比那个impose语气更重了 令某人非常痛苦啊 非常难受啊 这个感觉大声度下 inflict inflict 这叫inflict something on 或者upon somebody 把痛苦的事强加给某人 你比如说 he always inflicts his company on me 他总是非要陪着我在一块 让我觉得很痛苦很难受 他可不能翻译成 他非要把他的公司强加给我 公司给我我就要了 我都卖了不就得了吗 这个company不可数名词 叫陪伴 就这个人特别让人讨厌 他成天总缠着我 让我很痛苦哦 我又不好意思 我滚 毕竟认识他不好意思说 非非得天天缠着我 好痛苦哦 对吧 可以这么说 以后呢 一个男孩子总缠着你 本来你不爱他 你又不好拒绝他 但是总是很不适向 总缠着你 就可以说 Please don't inflict your love on me 拜托 请不要把你的爱强加到我身上 这样让我觉得好痛苦哦 这么说 就是这男孩成天送巧克力 今天送鲜花 明天送花圈 当然不可能送花圈了 送花篮 送花篮 对吧 好痛苦哦 不要这样之爱我嘛 这样你这爱让我觉得好痛苦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这是把痛苦的事强加给某人 这是把几个相关的动词跟 借词on upon 同时记住 下面再看看几个 这个行进词 都带字根的 我们知道这个POSE POSE 本身就是放置的意思 因为POSE可以表示 在照相摆一个POSE吗 它本身表示放置 我们看几个相关的字 比如说 impose 为什么叫强加呢 因为POSE是放置 I am 或者in 都是在里面 我们知道后面是字母B 或者字母P 就不能M了 就不能N了 等于M 因为B和P要M 有闭嘴 所以就不能是N了 只能是I am 有闭嘴 放到了里面 强加吧 你不要我非得放到里边 不行 放到里边了 强加某人 这个呢 我们先读一下 要着话 Expose Expose 这叫暴露 为什么呢 AX表示外边呢 放到外边去了 不是暴露了吗 就暴露 然后PURPOSE PRO是在前面 摆到你的前面了 表示提建议 或者向某人求婚 我把戒指摆到你面前了 不是向你求婚吗 好 就是PURPOSE 我们跟老师再读一遍 PURPOSE 再接着看 还有 OPPOSE 表示对立 对抗 反对 OP 可以表示 在相对 相反 放到了对立的位置 所以对立 反对 反抗 我们读一下 OPPOSE 反对 反抗 还有呢 这个词 注意有个S 这个声音 后面要着话 DIS 这个字头表示 分散开 原来部队都在这 我们都分散开 来 这个部队在天津 那个在北京 这个在唐山 这个叫廊坊 布置部署安排 分开来放置 这儿放一个 那儿放一个 布置安排 在那边 DISPOSE 好 我们再读后边这词 Interpose Interpose Inter表示BETWEIN 在中间的意思 刚好放到了中间 这个动词叫插入 或者介入 放到两个动词中间了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 Interpose 插入 或者是介入 动词 还有呢 这个词叫做废处 或者罢免的意思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DEPOSE 这个D这字头 意思很多 这里可以表示 AWAY 离开了 把这东西拿走了 原来他在国王的位置 现在给拿走了 把它拿离开了 废处或罢免 一般是使大官或国王 从位置上下来了 废处 罢免 这个呢 是放到一块了 CON COM 表示一起 我们知道字母P 前面一定是M 放到一块了 是组成的意思 常见词了 我们再读一下 COMPOSE 然后呢 D又加个D 又表示AWAY 放到一块又分开了 这就腐烂 或者分解 对吧 原来在一块 现在又分开了 腐烂 分解 读一下 DECOMPOSE DECOMPOSE 还有呢 你看TRANSPOSE 叫使互换位置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TRAN 或者TRANS 可以表示 穿过去 到这边了 原来这边 到这边 这边了 到这边 叫使互换位置 我们再读一下 TRANSPOSE TRANSPOSE 好 最后这个 叫并列 或者并排 这个JUXT 这个字头不太常见 JUXT 表示 BESIDE 在旁边的意思 我们再读一下 JUXTAPOSE JUXTAPOSE 刚好放到了旁边 这动词叫并列 或者并排 好 咱们的读词啊 我说英文 咱们说中文 咱们回顾一下啊 我随便点 咱看能不能立刻 说出中文 EXPOSE 暴露 对吧 PROPOSE 这个建议 或者求婚 ImpOSE 强加 Compose 组成 DISPOSE 布置 布置 布署安排 分开放置 对吧 OPPOSE 反对对抗 放到对立面 Interpose 插入或者戒入 Inter表示在中间 DEPOSE 废处 罢免 从位置上 离开了 DECOMPOSE 腐烂 分解 到一块又分开了 JUXTAPOSE 并列 并排 放在旁边 JUXTAPOSE 是BESIDE DEPOSE JUXTAPOSE 是互换位置 好 这个impose 相关的本身的搭配 相关的类似词搭配 还有行进词 放在一块把它记住 反正是同一个字根的 好进行 空间的 实际有问题 这个不是 这几个空间的凉度 二维空间 凉度叫做 两个翻译都对 书上是第一个 咱们还有第二个翻译都对 打上来没 DIMENSION DIMENSION 这个翻译也行 DIMENSION DIMENSION 都是表示空间的凉度 看一个例子就明白了 比如说这句话 Please specify the dimensions of your room 请说明一下 明确指出 您的房间的尺寸 可能这是装修队 要给你来装修房子了 Specify 就具体说明 它来自具体的 这个形容词 specific 动词 动词specify 人们DIMENSION 是什么东西呢 就指了 the length the width and the height of your room 你的房间的 长度 宽度 和高度 这就是DIMENSIONS 或者DIMENSIONS 空间的凉度 再比如说我们说 Three Dimensional 或者Three Dimensional 就咱们常说的三维的 或者立体的 还记得吗 这不是派生意 就表示维次了吗 长 宽 高 都是物体的维度 甚至第四维 the fourth dimension 或者the fourth dimension 叫第四维 指什么呢 就是Time 时间轴 实践 因为你看上帝 为什么是先知 我们估计上帝 可能处在高维次空间 四维空间 有时间这个轴 所以他能提前看到 未来会发生的事 正如三维空间 可以看到上面和下面 二维空间动就看不到一样 咱们觉得正常 他们觉得很神秘 总而言之 DIMENSION可以表示 空间的良度 派生意表示维次 就好了 好 这个词 我们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字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摩天大厦 摩天大楼 跟老师大声对变 Sky scrapper Sky scrapper 它来自于动词 scribe 不是摩擦的意思吗 摩擦天空的东西 就摩天大楼 三侧还见过一些 它的替换 比如三侧第九课 见过另外一个摩天大厦 我们再读一下 high rise high rise 好像长得很高一样 也是摩天大楼 可以替换 还有我们说edifice 也是高楼大厦 这是书面语了 我们再读一遍 edifice edifice 高楼大厦 这是书面语 它来自于 陶冶 启迪 启发 熏陶 这个词 再读一下动词 edify edify 好像是启发 启迪 熏陶你的东西 因为欧美人认为 这个建筑物 它有个陶冶的作用 你看欧美的建筑 往往特别漂亮 哥特式的 罗马式的 拜占庭式的 包豪斯式的 很多不同风格 他认为建筑如果很漂亮 很有情调 那么生活在这城市里的人 慢慢思想境界 行为局势也会变得文雅起来 所以edifice 就由陶冶启发的作用 高楼大厦 有这几个词可以提换 最后这是动词 启迪 启发 陶冶 那么这个词 我们得看一看 这个表示大厦的这些常见的这个名词 包括一些其他的房间 顺便记住 有一个词叫大宅门 有钱人的公馆 就是比较豪华的大宅子 但大宅门或公馆 我们读一下 mansion mansion 这一般都是大财主 家里的公馆或大宅门 家里特别有钱 你看像这种就是一个mansion的 你看中国有本小说 叫做红楼梦 翻译成英语就翻译成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假使王学住的这大宅门 用的是mansion 这用的是对的 对吧 好 还有呢 像detached house 可以表示独栋别墅 depatched 表示分离的 不相邻的 分开的 皮开了 就是跟其他的房子 没有公共的墙 叫独栋别墅 我们再读一下 detached house detached house 独栋别墅 还有更豪华的 叫豪华别墅 或者度假别墅 茫茫的好几层 而且带游泳池的这种 比较豪华的 我们再读一下 villa villa 豪华别墅 或度假别墅 还有一种更小一点 叫半独立式别墅 叫semi-detached house 你看 这其实是两家人 你看这一个门 这一个门 中间有一堵公共的墙 这个占地面积就小一些了 我们再读一下 semi-detached house semi-detached house 这个semi表示一半的意思 半圆叫semi-circle 就半独立式别墅 还有呢 我们叫 这个城市别墅 或者叫连排别墅 就是很多别墅都连到一块了 我们再读一下 row house town house 就是连排别墅 这两个称为都行 row不是一排的意思吗 对 好 还有呢 还有呢 还有是平房 就一层 一般呢 别墅经常是两层 这平房 它多少几页 你听发音 半个楼 就像半个楼 一层呗 我们读一下 半个楼 半个楼 这单词一倍都忘不了 它讲道理 平房不半个楼 对不对 好 还有呢 村舍 就是乡下的村舍 这也很好看 我们读一下 cuttage cuttage 乡下农村的房子 村舍 农舍 还有呢 小木屋 一般什么 守灵人 看灵人住的小木屋 就是用圆木啊 堆在一块 构成的这么一个小木屋 再读一下 hut hut 一听声音就不大 还有一个特殊的房子 咱们看得好玩了 叫爱斯基墨人 eskimo 他们住的冰屋 用冰块堆起的这么一个房子 我们再读一下 igloo igloo 这在经常我们在什么托夫雅思的阅读真题中 偶尔也会碰到 这几个常见的什么房屋啊 大厦啊 结合这个图片 咱们把它记住就好了 如果没记住 我们把这视频再多看几遍 把它印到脑子里面就好了 好 这个词 根老师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后面那个奢侈 豪华 或者表示奢侈品 也行 跟老师大声都一遍 注意 X 它往往有四个发音 kiss kiss giss giss 都行 在这儿呢 它发 kiss 这个声音 大声来面 luxury luxury 它本身可以表示奢侈或者豪华 表示奢侈豪华 这个意思是不可数的 不能说两个奢侈 这不行 它没法数 但是表示奢侈品就可数了 所以这名词意思一遍 可数不可数 我会又跟着变化 英语中 这比较麻烦 看一个例子 过着奢侈的生活 这奢侈是不可数名词 living luxury 过着贫困的生活 living poverty luxury反义词 可以看到poverty 叫贫困奢侈 这个都是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同样的 它的一个相关词 或者necessity necessity呢 可以表示必要或者必须 表示必要必须是不可数名词 但它表示必须品就可数了 它表示必须品的时候 跟luxury刚好是完美的反义词 奢侈品和必须品 这两个都可数的 再读一下 luxury necessity 再快点回着话 necessity 好 看一个例子 limousines and perfume are luxuries whereas clothing food,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re basic necessities of daily life limousine 叫豪华汽车 叫什么宾利呀 老四来四啊 叫limousine 是一个来自法语的词汇 豪华汽车和香水 属于奢侈品 virus 就相当于那个while 而 而 一时 住 行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的必须品 necessity luxury 都是可数名词了 奢侈品 必须品 但表示奢侈和必要必须 这是不可数的 跟这个含义会有变化 同样的奢侈的豪华的 这个形容词发音变了 这个x在这发 gj gj 打上来一遍 luxurious luxurious 名词是luxury 形容词多长 再来一遍 luxurious 说实的 豪华的 跟三次我们讲过的fancy 类似 his fancy car 豪华的汽车 相当于luxurious car fancy hotel luxurious hotel 叫做豪华的这个宾馆 这个也行 那么还有一个行进词 叫luxurious 这个叫枝繁叶茂的 是植物茂盛的 评写了一遍吧 豪华的是钱多 枝繁叶茂的是叶子多 反正都是茂盛的茂密 反正都是东西多呗 再来一遍 luxurious luxurious 反正钱多叶子多 都是东西多 你像luxurious plants of the tropics 热带那些枝繁叶茂 茂盛的植物 这个几个行进词 跟相关词汇 咱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我们这个奢侈豪华 这个词luxury 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后边那个剥夺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deprive deprive 这个剥夺 极无动词 而且一般多强调 叫剥夺某种权利 剥夺某个权利 搭配呢 是depriv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注意后面切词搭配 叫of 剥夺了某人的 一般是某个权利 我们看例子 some criminals are deprived of political rights 有一些罪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对吧 这是剥夺某个权利吗 对吧 我们还有看看 在第三十三课 又会出现 你看195页的第一行 到第二行 195页第一到第二行 a man without an education many of us believe is an unfortunate victim of adverse circumstances deprived of one of the greatest twentieth century opportunities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很多人认为 是一个逆境下不幸的受害者 他被剥夺了 20世纪最重大的机会 就是受教育的机会 deprived of 这是过去分词短语 在这当状语了 原因状语呀 为什么是受害者呢 因为他被剥夺了 最重大的机会 受教的机会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对吧 好 这是剥夺 我们再回顾一下 在第十一课讲过剥夺 还可以用strip somebody of something 或divest somebody of something 剥夺了某人的 一般也多指某种权利呀 我们先读下第一个词 strip 这个strip本来叫脱衣服的意思 把衣服剥下来 看生意是剥夺 再读第二个词 divest 也有人读成 divest 跟那个dimension dimension类似 你记住invest 表示投入 投资 divest 表示剥夺就好了 都是跟奥普大费 可以同时记住 还有一个叫dispossess 这个只能指剥夺某人的财产了 因为possess本来是拥有 dis他们说的就是消散了 原来是我的先消散了 剥夺财产没有了吗 再读一下 dispossess dispossess 剥夺某人的财产 比如说 the nobles were dispossessed of their estates 这些贵族们被剥夺了 他们的地产庄园 可以这么说 be dispossessed 依然跟奥普大费 特别好奇 还有一个注意 容易错的 叫剥夺某人的继承权 直接用disinherit somebody就好了 直接剥夺了后者的继承权 咱们知道inherit 可以表示继承 一笔钱的一个财富 the est还是继承权没了 消散了 剥夺继承权 我们再读一下 disinherit disinherit 后面几个剥夺呢 含义特别具体 比如说 he has disinherited his eldest son 他已经剥夺了 他长子的继承权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再看一看21课 一个相关的句子 121页的11行 到底12行 121页的11行 到底12行 他说 Hard's good bad man was always an outsider always one of the disinherited 哈特所塑造的好心肠的坏人 什么意思 怎么二极客会说 这用的是矛盾修饰吧 总是一个局外人 总是一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 你看disinherited 叫被剥夺继承权的 在过去分词当喜红词来用 前面加定乎词的 表示一类人了 就像the poor 表示穷人一样 被剥夺继承权的这么一个人 你看这也是剥夺继承权 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同样的这个deprive 如果当过去分词来用 deprived 可以表示一个委婉的含义 就是贫穷的 贫困的 因为我们说poor那个词 很多人比较忌讳 像外国一个商业社会穷 是一般不好意思说的 好多也为了表达 disadvantaged underprivileged 还像improveraged 大家还记得吗 咱们第三个man orman见过 还有destitute 都可以表示贫困的 贫穷的 比较文雅正式的词汇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deprived disadvantaged disadvantaged 好 underprivileged underprivileged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destitute destitute 好 这句都可以表示贫困的贫穷的 都是poor的一个书面语的替换 不要翻译成被剥夺了的 什么没有优势的 在特权下面的都不对 直接翻译成贫困的 委婉的书面语就好了 好 这个deprived也是重点词 我们把相关词汇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跟老师看到这儿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这个重点词叫有毒的 跟老师大声在读一遍 toxic toxic 叫做有毒的 这个词是一般用在书面语比较多 口语中生活中一般用poincidence比较多一些 这个多用在书面语 而且用在一些术语里面用的多 比如说toxic chemicals 有毒的化学物质 toxic substances 有毒物质 toxic exhaust fumes 有毒的北气 这个exhaust fumes 就是汽车排放的北气 总之有毒的可以用这个toxic这个词 poisonous更为通俗一些 跟它类似的书面语还有 大家可能很熟悉 我们在前面见过 三册就见过 大声再读一下 noxious noxious 也是书面语叫有毒的 比如说看例子 carbon monoxide carbon monoxide is a colorless odorless and noxious gas 你看是一个用在科普英语的书面语的这个场合 carbon monoxide叫一氧化碳 carbon是碳 mono是一个 mono不是唯一的吗 单调的不是monotonous吗 side是氧 一氧化碳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carbon monoxide carbon monoxide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的 无味的 有毒的气体 colorless 无色 odor表示体味 或浓烈的味道 odered is 无味的 有毒的气体 这个也可以表示有毒的 那么跟它类似的 还有多指什么 什么动物那种有毒的 我们知道它来自venom 叫做毒液 是蜈蜈啊 或蛇的毒液 v-e-n-o-m 这个词到未来20颗蛇毒 那颗树就会碰到了 我们先读一下有毒的 venomous venomous 所以这个词呢 一般多表示动物啊 或昆虫啊 有毒的 比如说venomous snakes 叫做毒蛇 venomous insects 叫毒有毒的昆虫 当然你完全可以用poinsiness 也是可以的 这个词呢 更专业一点 那么经常还可以做派生意 表示人呢 很恶毒的 像心如蛇蝎一般的 对吧 你看 He has beautiful eyes but a venomous tongue tongue是舌头 他呢 有美丽的眼睛 但是有一个有毒的舌头 就是说话非常的毒舌 就是这个说话尖酸克毒了 咱们中文中也叫 这个人很毒舌 舌头那个舌 这么来说 很类似 很好记 那么toxic 这个表示有毒的 还有一个同根字 顺便可以记住 叫做使醉酒 派生意叫使陶醉飘飘然 我们撒声先读一下 intoxicate intoxicate 它叫使醉酒 那么toxic是毒 iron是进去 使毒进到你肚子里面去了 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气是雷烟火炮 才是惹祸的根苗 这一套词 这个使醉酒 读进去了 He was thoroughly intoxicated 这个人完全醉了 醉得一塌糊涂 彻底醉了 tarily是彻底的 还有呢 He was intoxicated by 或者with success 这个人陶醉在成功之中 因为成功而飘飘然了 跟醉酒类似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三册五十二颗见过的 这是非为一动词了 前面B动词没了 intoxicated by his success Harry then asked for perfumed mud 因为陶醉在了成功之中 Harry现在呢 又要求这个售后员 给他拿香水泥 这回他被治了 真的有香水泥 咱们五十二颗 大家学过三册 应该还记得 intoxicated by his success 这是非为一动词 当原因状 因为陶醉在成功之中 飘飘然了 不知所以了 他然后又要求 要香水泥 这是跟读相关的词汇 咱们相关词 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这个词看到这里 好 下面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挤满人 大声再读一下 thrum thrum 他放哦 啊啊啊啊 舌根音在里面 thrum 挤满了人 注意挤舞动词啊 人一般是挤满某个地方 他表示挤满人 但他避允应该是地方 比如说 tourists thrond the imperial palace 游客挤满了故宫 the imperial palace 帝王的宫殿 imperial是帝王的或帝国的 叫故宫 而这个词如果表示 某个地方挤满了某些人呢 那得用被动 因为他避允是地点嘛 对吧 那得用被动了 be thrawned with 跟with搭配比较常见 很少跟by 那么就相当于be crowded with be packed with 挤满了 后面两个词也能替换 类似 我们看例子 the streets 大街上 was thrawned was crowded was packed with christmas shoppers 大街上挤满了圣诞节的购物者 这个大街做主意 后面用被动 因为它表示挤满某个地方嘛 对吧 所以主动还是被动 把它搞清楚 这个后面加with 这是三个 被动表示挤满了某些人 某些地方满都是某些人 还有两个 用分词形式 现在分词的 be swarming with 或者be teaming with 这两个用主动结构 也是挤满了人 哪个被动 哪个主动 不得分清 我们大声地下 be swarming be teaming 也是跟with搭配 比方说 the campus was swarming or was teaming with students 校园里满都是学生 到处都是学生 好 16课 重点生词特别多 跟老师学过一遍 咱们把知识点明白了 但是并不代表把它记住了 我们一定要反复收看 把特别一些重点性的搭配 容易用错的一些词汇 把它牢牢记住 这样的话 我们英语在头脑中 就活起来了 蹦蹦跳跳地活起来了 要不我们抓住了 一句一句死诗 那多恐怖嘛 好好复习 生词短语 跟老师就看到这儿 好 好 好